财师法师 卫师 这三个方向已经囊括了 所有你愿意做的事情 你就是不愿意 所以才会有一大堆问题 就这么简单 我没时间 我随时不愿意 答应我去做什么 没有人要你去 这个家庭革命 但是你今天 你上下班路程中 你遇到的人 难道不能够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下 让他跟 这个超义生命法结缘吗 有可能 但是因为你都还没有ready好 就算一个机会在你旁边 在你眼前 你也没有ready好 说你要开口跟他介绍筹码 跟他结善缘 但你怎么知道 你开口跟他结善缘 搞不好他是你的贵人 你不知道 你不是等待奇迹 等待天地礼物讲不完吗 但是你怎么不愿意去做呢 这就是 小门小灶 小鼻子小眼睛 对不对 你不愿意 不愿意又想等着大礼物 哪有那么多 习习乖乖乖的事情 问题一螺筐的 不可以 所以你可以做到 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 是不是 你就明明 明明不必 去吃什么满汉全席 对不对 这钱省下来 这个买本书 送给同事 你怎么知道 这个同事明天是你的贵人 搞不好他升得比你快 他升到什么部分主管 把你拉上去了 你没当主管 还当个副主管 那也不错 当时的根余你怎么知道后来会不会收工 对不对 但你不愿意 那还怎么好谈 没得谈 我只举例而已 不是说 只有买书送同事 对不对 这个触类旁通 一想 有那么多好事你可以做 为什么那么局限自己 把自己卡死 处处应该左右逢源 怎么会自己越来越觉得 卡到自己呼吸困难 这就是你的抉择 你的发心与否 你的愿力大不大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真 就是我讲的 修行人要真 发愿才会真 是不是 你不真 你发愿的时候也是一片自己 然后我这很好 我发很大约 很好 很好 最后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干嘛 就是 所以我们所有教你的 所有的观念 你去做 你绝对是受益者 你千万不要以偏盖权 或者是 中间截取那一小段 乱做一通 都做出问题来了 大家说是导师教的 导师没乱教 自己乱听乱学乱做 是不是 所以呢 要 听我的观念 原汁原味的看我的书 上我的课 是不是 然后 偶尔 在路上看到了 在你吃甜甜圈的同时 再讲两句话 其实就 多好 人间一大好事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